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为首届打击网络与金融犯罪高级别对话致开幕词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际刑警组织 向参加本次重要活动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一个祝贺 祝贺你们具有的战略眼光 能够亲自来到里昂国际刑警组织的总部 亲自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本次高级别对话 是各国执法机构和私营机构 共同联手应对网络犯罪的 第一次的全球范围的行动 是自有互联网历史以来 国际社会建立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的统一战线 第一次的实质性的尝试 一次行动胜过百次宣言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欢迎大家来到全球反网络犯罪的起跑线 网络犯罪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严重威胁 不言而喻 我不需要多讲 全球性网络犯罪与金融犯罪的融合 已经成为执法机构和全球组织需要有效应对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同时呢 肆虐于亚洲 并在各个大洲日益猖獗的电信诈骗 日夜不停地在从事着罪恶的勾当 无数善良无辜的人们深受其害 世界各地任何的个体 现在都不可能摆脱网络与金融犯罪带来的全球威胁 而独善其身 而且这个威胁还在日益加重 但是我们的执法机构 银行金融机构 以及互联网运营商 电信运营商 在遏制威胁方面面临的重重的困难 例如信息共享的限制 数据隐私法的约束 多元管辖权 资源缺失等等 在过去 如果一家企业或者警察机关 拥有足够的资源 就可以遏制并侦测 所在领域的犯罪活动 然而当前的网络金融犯罪 电信和社会工程欺诈 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普及性和流动性 任何实体 已经无法依靠个体的力量 来防范和打击这些犯罪 网络犯罪 好比是 漫一四野的洪水 现在我们各家 堵住自己的院门 已经无法阻挡 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来修整地岸和库坝 来根治水患 让互联网在法治的河道 为全人类服务 国际刑警组织 已经把打击网络犯罪 列为2017到2020年 国际刑警组织战略框架 当中的三大重点项目之一 其他的两项重点项目 是打击恐怖主义 和打击有组织与新型犯罪 近年来 我们组织了多项 区域性的打击行动 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国际刑警有丰富的 全球犯罪资料库 有连接190个成员国的 通讯系统 我们是全球唯一的 警察合作组织 因此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重大 犯罪威胁之际 国际刑警组织 有责任也有义务 担当起领导全球 反网络犯罪 统一战线的重担 我们倡议 以国际刑警组织 为工作平台 在执法机构 银行金融机构 以及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 电信运营商 之间 建立起联盟伙伴关系 这一联盟伙伴关系 将有望达成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 能够在最大限度内 促进信息的快速共享 这是打击和防范 网络犯罪的必要前提 和重要的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 当前国家间的 数据隐私立法差异 信息敏感性问题 商业秘密保护 还有技术限制等等 都阻碍了信息共享的发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只能维持现状 我们必须讨论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 和限制下 我们可以争取哪些空间 来为打击网络犯罪服务 为了鼓励有效的信息共享 这个联盟伙伴关系 应当明确 信息共享过程中 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个目标 这一联盟伙伴关系 应当制定预防战略 来遏制网络金融犯罪 电信和社会工程的欺诈 相比较于 在侵害发生后 再采取行动来打击犯罪 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 加以遏制 才是明智之举 事实上 除了异常复杂的欺诈活动以外 许多犯罪集团 往往以难以察觉的方式 重复地利用一些犯罪手段 我们应当建立起强大的联盟 来提高弱势部门和公众 对电子邮件诈骗 社会工程欺诈 这方面的认识 相关的培训活动 应当突破自身行业的限制 跨领域的宣传运动 可以广泛地传播我们的理念 并且确保社会各界 更好地了解犯罪的趋势 和安全的重要性 第三 我们应当建立起一个 快速反应机制 为受到攻击和侵害的一方 提供协助 并为侦破案件创造条件 这样我们可以确保 快速地做出反应 遏制犯罪行为的进一步的发展 以及尽可能地减轻 对其他各方的损害 女士们先生们 万事开头难 跨机构合作 也必然面临重重的阻碍 但是网络犯罪刚刚兴起 辽元之事似可预期 我们必须赶在他城市之前 给予其有效的打击 方可避免灭顶之灾 这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一场战斗 是关系到人类的自由 发展 平安 法治的一场战斗 每一位利益攸关者 都应当参与对话 共同寻找解决之道 这才是当务之急 本次高级别对话之后 各国执法机构 将通过为期两个月的 全球打击金融犯罪活动 强化会议期间达成的共识 我呼吁在座各位 能够全力地支持 这项全球的行动 同时 我也呼吁 各位继续共同努力 推动构建一个 执法机构与私营机构 长期合作的机制 或者是平台 以使我们的共识 变成有效的行动 进而能够形成一个 反跨国网络犯罪的 统一战线 我就说这些 谢谢 谢谢 谢谢